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 大家好 10月24日 四海哥是華吉利公 我是四海哥 我是瘋仔 瘋仔 嘩好不容易 嘩好不聲 就回到十月尾了 是啊 時間過得很快 時間過得很快 我不經不覺 我們這個四海哥華吉利公 差不多三個月了 現在開始考慮要收錢了 多謝四方好友 大家支持四海哥 何概解囊 不是啦 有錢出錢 有力就不用你出來 我們出來就行了 你給錢扔我就行了 嚇死你就要 好了 今集四方說什麼呢 第一部分的時候 通常是說一些台灣現況 很多人對台灣 台灣又不是一個國家 搞清楚 台灣究竟是一個政府 什麼制度呢 台灣的制度 政府的架構形成是怎樣的 給我們第一張圖先看看 中華民國政府的架構 不要說 明智晴賣滿地用期 那些人說這是台灣期 不是 中華民國政府的架構是怎樣的 最大的是憲法 而這個憲法就是一個中國的憲法 一宗憲法 就是中華民國 到今天也是這樣 第二個是國民大會 以前的國民大會很大的 是選總統 現在已經改了 現在是制憲國民大會而已 第三個當然是總統 總統屬下 就有所謂的五個院 就是行政、立法、司法 就是這個經常香港的 有很多地方 收權分別 但是他又多了監察和考試院 為什麼又多了監察院和考試院呢 因為孫中山當時又有一個解釋 我們講到那個時候去解釋 好了 第二張圖 這個中華民國的憲法 其實我們正在說的是 所謂的 1946年的所謂的 通過的憲法 就是1947年10月25日 就是去過台灣的 讀過書 生活過都知道了 台灣 就是聖誕節10月25日有假放 但是他們不是叫聖誕假 他們叫做行憲紀念日 就是紀念這個日子 這個憲法的精神是什麼呢 是彰顯三民主義 以及主權在民的理念 孫中山為什麼要說這個五權憲法呢 孫中山自稱這個五權憲法 是破天荒的政體 跟其他各國不同 因為他認為 在傳統西方人的三權分立制度裡面 行政機關一旦擁有考試權 考試權就是什麼呢 就是存在任用的人 或者是做一個所謂的 那個時候很容易濫用私人 而立法機關 如果立法也是他 監察也是他 更加會造成國會獨裁 或者議會專制 現在你也看到了 其實也對 強國就是這樣 香港人現在就是報向這樣 他們就認為 兩者一定要分開 特別在行政、立法、司法 分一個監察權和考察權出來 考試權 好了 中華民國憲法 我已經說了 這個中華民國憲法 他現在行的一宗憲法 但問題就是現在 1949年之後 中華民國播遷台灣 管轄權就去不了大陸那裡 怎麼辦呢 在威權時期 有一個叫動員堪亂時期 他一樣在行舊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 所以那個所謂的國會 就是萬年國會 剛才那個國大代表 就是萬年國會 那時候那些人說 什麼春代那些 是的 大春代掉了 沒有用的 他說中華民國在九十年代 他就行一個 憲法增修條文 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說因應國家統一之前 條文之中未對省赤 等於現在台灣 就是台灣省和福建省 他以前還有一個福建省 現在他說這個省制 領土暫時凍結 以及涉及法統的內容 大幅度改變和凍結 就是這些 總之其他省份的東西 非自由地區的東西 就不關你的事 講一下 他故意將台澎金馬地區 實際管轄地區 就叫自由地區 其他的省虛級化 政府總統要行直選 省虛級化的意思就是 我剛才所說的 黑龍江省 廣東省 名義上在中華民國憲法上 歸中華民國管轄 但是他又虛擬化了 在國家統一之前 掛過名字而已 掛過名字而已 中央公職人員 由自由地區的國民選出 一定是自由地區 這是什麼原因呢 這就是等於我們那時候去讀書 港澳人士都屬於中華民國的國民 但是現在就不行了 因為改了之後 他又減掉了 中華民國憲法規定了 台灣地區運行中華民國的法律 在大陸就不再適用 這就是憲法真修條文定的 好了 回來坐 回來坐 我們說了這個憲法 為什麼說這麼重要 提倡這個憲法 我們經常在香港 聽《柯仔煎專家》 一知半解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有權宣佈獨立 剛才看過表也看到的 因為台灣最大一定是憲法 你沒有憲法的話 這個國家運作不了 而這個憲法就是所謂的一宗憲法 我經常強調 我不是百分百反對台獨 你要做的話 就麻煩你修憲 修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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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這樣才對 不是說現在本身是一個獨立國體 不過現在只顧著中華民國的名字 這樣就不行 不好意思 你這個憲法是這樣 你一定要守著遊戲規則 我就是專家永遠不明白這件事 自以為是 你憲法沒有了 你這個國家是沒有規模舉的 現在蔡英文做的那件事 是不是這樣 就是亂七八糟 大家不守法 沒有一個根據去做 當然有很多笑料 第三節我們會說 為什麼今天要特地說這個政題 因為很多笑料衍生出來 包括香港的年輕議員 都犯了大錯誤的事情 愚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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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其實 顯法對下來就是那個叫 我摔一下 签音 技術性的問題 這是名義是最高的權力機構 以前在威權時代 這個是選總統 五權宴階看上對最高權力 這是選總統 以前不可以把這個ать blij率選 是由國民代表 國大代表選 很多笑話出來的 因為中俄民國是39省 東北計9省 有些叫做雖遠省、柴哈爾省 香港人聽都沒聽過 什麼來的 他們這麼遠 很多人去不了台灣 在台灣那些只有幾件 一死就沒有了 最搞笑的是什麼呢 幫柴哈爾省的國大代表 他死了老陣之後 全台灣沒有柴哈爾省 他就找他曾經拿過國大代表 幫他拿過那些司機 來做國大代表 不是吧 就是這樣 當日朱高正上去跳上台 跳上國會打 說他們老賊就是這些 這些就是春代跌倒都不懂得收拾的人 好 開掌 國民大學 但是現在呢 國大代表現在就變了 就叫做有需要才召集 總統臨時去召集 中華民國最大的那個 就是國家元首界的總統 因為他是行總統制 當然在九十年度的時候爭論過 究竟中華民國應該是行一個 所謂的行政院長制 還是守張制 還是總統制 其實很多人提出 應不應該行雙守張制 在蔡英文在野的時候 文章當主席的蔡英文小姐 都提出來說 中華民國其實應該是會行雙守張制 但是當他聖健在握的時候 他說 需要什麼守張制 當然是總統制 當然 轉了腦袋 馬上轉腦袋 屁虎指揮腦袋 中華民國元首呢 就是對外 就是國家行使 代表國家行使主權 當然了 現在沒有什麼人承認的國家 就是這個主權 這個績效就不是那麼強 對內負政治上的最高責任 馬英九最清楚的 對 所以什麼都是馬英九 什麼都罵馬英九就是這個原因 我不出事也是有關係 對 我不出事也是他 還有實際上 中華民國三軍統帥 他的權利是什麼 他任命行政院長是他任命的 但是 司法考試監察三院院長 就是許提名的 而立法院長就是選的 立法院互選的 好 下一張 總統對落 當然是行政院長 請我們說過 行政院就在台北車站附近 懂得去的 就在中山南道那裡走 到後面就看到了 這個行政院的外觀 OK 下一張 現在行政院長就是林泉 狗言殘存的林泉 很老實說 行政院現在當然是最高行政機關 依憲法規定是向立法院負責的 所以定期的官員 就避霜 就避霜 就站在立法院裡面 被省的貓 都不認得 這樣 大家看到現在這麼多會 現在是十四個部 六個會好像是吧 八個會 六十四部八個會 我們讀書的時候很長時間 整個四五十年 是八部議會的 還有很多部位的 現在他把很多部 就加了文化部 以前都是教育部管 称了出來 很多部份傳了出來 現在呢 聽說還會擴展到十六 這個 抱歉 繼續擴展 現在是 抱歉 不好意思 我看不清楚 擴展到十四部八會 三個獨立 機關 兩個總署 以及兩個直屬機構 這些好處 什麼好處呢 你多個部會 多份長工 還有很多人有工作 這個壞處是什麼呢 架床點屋 大家看到一件事 希臘怎麼死 全國三分之一是公務員 那就死了 所以就舉債了 台灣當時我們讀 為什麼八部議會呢 就是精彈制 就是逼你的人 在社會上 創業 現在說 有政府養 大家鬥心都不強 所以這個就是 台灣的 其實真的很老實講 是一個隱憂 都是一個現象 每個人都想考軍工教 是啊 當一個社會 整天主要考軍工教 這個社會一定是 提出問題 好 Lexy 好了 這個就是 立法會的議場 立法院 立法會議場 裡面的會議廳 叫做聚言流 但這個聚言流 經常開拖 Lexy 立法院 現在現任委員長 蘇家祥 民進黨籍的 這些是最高機關 國會的議院 現在 目前立法院的分佈 就是民進黨的最大黨 69席 國民黨 就35席 第一大黨 時代力量 就5席 親民黨就4席 這樣 現在他們時代力量 加親民黨 再加民進黨 他們就全部超過3分之2 其實就夠了條件 修憲 修憲改國號 宣佈台獨 如果加時代力量 好像還沒夠 加起來就一定夠 這個就是司法大樓 司法大樓在行政院 司法、立法 行政、立法、司法 都在中山南道附近一堆 一堆聚在一起 這個司法大樓 他的構成是怎樣的呢 就是台灣 接下來 司法大樓最主要管四件事 就是整理 有一個所謂的 解釋權 審判權 解釋權 就是 釋憲 即是憲法 不是這樣解釋的 是怎樣這樣 憲法其實是中華民國的獨立個體 一會兒我們說一些好笑的事情 這個憲法 是很過癮的 現在被台灣人玩到 還有那兩個權 自己看 司法行政 司法行政權 司法行政權 就是去坐牢 槍斃 都在這邊判處 OK 接下來 司法權 司法院 還很有趣 他設有15個大法官 其中一個院章 一個副院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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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們這15個人互選的 當然 你進去這15個 是全國法律的頂尖精英 做得司法的一定是獨立的 但是一定是公道的 現在台灣問題就出來了 現在蔡英文小姐委任一個法官是親禄 現在還要是深禄支持台獨 一會兒再說 一會兒我們會說 因為他有解釋權 審判權 懲戒權 司法行政權 什麼都說了 接下來 這間是什麼呢 這麼漂亮的 就叫做監察院 我剛才發表出來 就說 這些是打卡聖地 這個是台灣 台北市 少有巴洛克的建築 日治時期 已經起落的 挺漂亮的 很漂亮的 如果天氣好的時候 你從女朋友來 監察院做些什麼 不用理會他 因為現在都有點睡覺的 人們建議廢了監察院 但是這棟大廈 就很值得紀念 打卡 打卡 這個PL鏡子 真的非常漂亮 OK 現任院章的張博雅 是總統任命的 他為期 年期六年的 上一次 2014年任命 這個張博雅 是去到2020年的 是橫跨了總統任期 行使譚核權 即是譚核總統 就是他的 狗舉權 即是狗舉立委 和公務人員失職 就是他 審計權就是查數 大家都明白 OK 這個考試院 是唯獨一棟 唯獨一棟 唯獨一棟 就不在那個行政區那裡 即是在淘北七站附近 行政、立法、司法、監察 都在那裡 考試院就在公館那裡附近 他們很有趣 考試院管什麼呢 來 Lexy 最重要是考試機關就知道 考試院全序部分 基金監管 我考一下你 阿豐仔現在是五錦臨院長 全序你知不知為什麼 全序公務員內部事務 公務員內部的考強 的升職 這個字是很典型的 明朝已經用到現在 全序 其實我們英治時期那時候都有 全序是 全序是 英治時期 什麼報政司 案責司 都會抄明朝 明朝都一直用 對 很典型的 很典型的 這些是台灣還可以保持到的 不過香港就沒有了 考試院其實是做一個 所謂的考核 正如錢國父這樣說 你一定離開了 那個所謂的行政機關 你才公正的 公職人員 要不然就思想受受 好 這些人之常情 這些是 OK 五權天法 孫中山說過 是一個破天荒 我們剛才說過 是嗎 我overlap了 我忘記了 好 這個議會就是避免獨裁機制 出來的 好 Lexy OK 回來闖 我們先說一下野八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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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說誤打誤撞 你說靠衝靠撞就行的 很多事情 學民進黨說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你是在這裡打飛機的 其實 你自己去自我感覺良好 就是你的事 但是呢 台灣這幾年這麼多年的變化 你說年輕人有時候是衝動 好像最近 尤小姐 還有梁先生 Badio Badio 這些我你的朋友 我都說他 你不應該在這個時候 風頭火星的時候 好黏不黏 就黏著那幫傻佬 火上加油 但是歷來 就是一個社會的變革來講 年輕人的確是一股很大的動力 沒錯 因為剛才我們看到野八俠運動 野八俠運動就是在1990年 在所謂的解除戒嚴之後 當時總統李登輝 就是台灣國父遷台來爆發最大規模的野八俠運動 就是學生運動 就要求廢除這個國民大會 改由全面直選 就是因為這件事 李登輝同意了野八俠運動的學生的行為 就開始慢慢進行一個修憲 中華民國從1990年到現在 收了七次憲法 就越來越民主的憲法 所以大家看到台灣真的越來越民主越好 其實就多了這幫學生 但是這幫學生 就很多現在呢 好像羅文家 段儀康 小美琴 都是野八俠那些中堅的分子 這樣浮出來的 就是現在民主黨 中生代四五十歲那些人 所以你都看到 現在都升官發財 沒錯 升官發財 但是真是好事壞 如果以當時的野八俠運動的時代背景來講 對台灣甚至對中國的未來是好的 但是可惜他 當政了之後 有些東西就偏歪得很厲害 他走樣了 是的 我們看看現在野八俠運動 當時的1990年 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他們主張是非暴力抗爭 其實這件事是不是香港的年輕人 亦都可以去看一下 研究一下 關心一下 甚至模仿一下 OK 去片 連日來 我們持續的和平抗議與靜坐 其實我也要求執政當局 立即解散國民大會 廢出臨時條款 召開國民國事會議 並提出未來具體的民主改革時間表 而這些唯一能拯救台灣目前政治危機的四點訴求 也正是支持我們這麼多同學堅持下去的共同理念 我們這件事很希望全 我們一坑就生了 坑來 你眼笑裡面這樣 你眼笑裡面這樣就抓了 大家共不努力 安坑那裡還多 真的嗎 真的嗎 可以生啊 明天都要上大禮下了 給你過來一個思想 就分到你一次 現在你們那個是生活在白色鼓舞中 現在又來了一批勝利區 三位以最高的掌聲 歡迎太魯大天 我們今天終於看到了 台灣的選人 有了一個會計的地方 我希望媒體 不要等我們更漂亮 因為我們會做得比還更好 我們今年有一個會計的地方 我們會在民生中 都有一個會計的地方 只會在コメント上 我看到了 我記得他們 我記得他們 我記得你們 我記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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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一個會計的 我記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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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請李總統登輝先存在今天 結果,我們走過去了 公布結果,公布結果 第一點,李登輝總統他非常的明確地肯定同學們愛鄉愛國的熱情 他重視這四項的要求,並且正在思考如何的做法 第三點是很重要的,李登輝總統允諾 他將在他的就職報告或國事會議中,提出政經改革的時間表 我是失望,但是不是很失望 我個人的觀點,我覺得我自己對不起我自己 如果我這樣子走的話,那我是什麼?我跟著人家走 誰說沒有民眾會支持我們 外面那些人,這兩三天來給我們送東西,給我們送水來 這些人會不會支持我? 司機先生,司機先生,大家幾天沒有工作 大家一天賺錢多塊,都要拿來給我們 大家警察說這樣,我小小小,大家警察說要退出 我感到很高,我感到很高興 我感到很高興,我感到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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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當然靠這樣的活動,不可能說很 很百分之百的達到我們那四個訴求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我如果說我來評估這次活動成功與失敗的話 我會去看說,這次學生這樣站出來 對於台灣的人民,有什麼樣的啟發性的作用 我不認為它是一個很成功的學生運動 因為它完全沒有學生運動的主體性 學生的這個理想的角度,應該照顧到過去制度裡 以及未來的制度,所更應該關懷到更多的層面 更多的弱勢的社會族群,這才是一個學生理想主義的色彩 我們 必將回來 希望香港人 Deswegen 想像名計 你還要我等 你還要我等 自然 沉澱 让走人的长心工艺 即使不同年份的日本威士忌 亦是讲究细腻味道的上等之作 J-Club 混习日本各大享负盛名的威士忌品牌 你无需飞到日本泊酒 所有日本威士忌以超值价现货发售 喜欢走的你又怎么可以错过呢